我們來恭迎市長 歡迎市長 謝謝我們邀請市長來站在我們的八台前方 那今天要特別感謝我們市長 以前黃局長付出這間地零 那今天是為了我們訪問期間 有許多朋友可能會對於大家用餐有些擔心 那今天特別感謝市長和局長的地零 那首先我們要為大家先介紹的是 喜安額基金會的創辦人 中國曾舒子董跟我們致歡迎市長 謝謝 市長 局長 還有我們的顧問 我們親愛的媒體朋友 大家早安 大家好 也歡迎各位棋林 喜安額基金會的高雄 創意料理 文兵店 那在這裡我們照顧了18位的安額 那也有兩位的一單僱用的 所以總共是20位 那其實喜安額的故事要從我的女兒一家說起 我的女兒今年 我的女兒今年 43歲 她是重度 腦性麻痺 兼 多重障礙者 她9歲才會踏出她人生的第一步 到現在還是跌跌撞撞撞 所以照顧這樣的孩子真的很辛苦 那她的故事 她的故事是在我1991年 心臟二間半 在長根動手術 在長根動手術 手術完了一晚上 那家人帶她到醫院來看 她就是一步一步 很不容易的走到我的床前 會有唱了一首歌 她唱說 世上只有爸爸 有爸的孩子是壞爸 這一首歌不是這樣唱的 應該是媽媽好 是不是 但是她能夠把媽媽 非常合理的去把她轉成爸爸了 那在長的人所有人都很感受 那我說這樣的孩子都有這樣的能力 我們怎麼能夠放棄她 所以我就在出院之後 我在1995年創辦了喜憨兒基金會 那為了就是要照顧這一群身心障礙的孩子 那為什麼要照顧這樣的孩子 當初我們就盤點說 在我們的憨兒身上 他們缺乏了哪些東西 盤點的結果 我們發現他們缺乏的是尊嚴是喜悅 那怎麼樣去得到尊嚴跟喜悅呢 各位有沒有想過 怎麼樣去得到尊嚴跟喜悅 後來我們想了很久 發現到跟大家一樣 我們需要工作 我們需要工作 貪兒也需要工作 從工作裡面才能夠得到尊嚴跟喜悅 所以我們就在1995年 1996年 第一家的這個烘焙屋 在1997年 在高雄的大順店正式成立 那也就是照顧了台灣很多的身分障礙者 也讓他們的家庭能夠有一個很好的信心 所以我們是從高雄出發的第一個大型的基金會 我們不是從台北 然後再來高雄 我們是從高雄再去台北 再到新竹 再到桃園 再到台南 再到新竹 縣市 所以一路上就是這樣走過來 我們走了20年 25年了 1995到現在是2020嘛 那這一路上 也很感謝社會上有這樣的溫情 意思啊 在幫喜安和協助我們 那我們訓練他們工作的最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是讓他們得到社會的經濟的價值 他們可以創造出價值出來 這是對他們的尊嚴能夠提升的第一步 那怎麼樣讓他們得到喜悅 我們有訓練他們去參與我們的打擊樂團 我們的劇團表演 每年都有一次的公演 聯合公演 在高雄在台北 都這樣的每一年都持續下去 那這一個店 我們是在2010年成立 所以到現在已經十年了 已經十年了 那這十年我們都沒有見斷過 我們也希望啊 我們照顧安和的能力 也能夠持續的延續下去 是一個永續經營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最近剛好遇到這個新冠的這個病毒的影響 所以像這個店我們身體也受到很影響 那我們一年要照顧貪額大概要花500萬的薪資 勞健保還有這個年中等等的一年大概就要花500萬在這個店上 所以像現在的這個新冠病毒的影響 我們發現到我們從高雄大概業績 那個來救數減少了30% 那這一方面我們真的很辛苦 其他的一般的店面關掉很容易 但是我們是不能夠隨便關的 因為我們要照顧我們的憨額 這些憨額是我們的基礎 我們不能放棄它 我們也不能隨便把它關掉說 你們自己回去休息吧 這樣我們對不起這些憨額 也對不起家長 跟對不起國家社會 所以我們一直堅持著 也希望社會給我們這樣的支持跟肯定 那今天我們非常感謝市長如果來這裡 我就給你們一點點點點 謝謝市長 謝謝